我现在来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周期跟图形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先介绍最重要的正弦跟余弦函数 我们来看上面这个图形 y等于sine x图形 它是正弦函数 它的图形是由0到1到0到负1 0 1 0负1 它是一个这样子周而复始的一个 它每到一个地方的话呢 它又会回来的 这种图形的话呢 我们称为周期函数 y等于cos x的话呢 它的图形跟sine很像 它只差二分之π 往左边移二分之π的单位的话呢 sine就会变成了cos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什么叫做周期 周期的话呢是说 我们的话呢由这边出发 走了一段路之后 经过了一段时间 又会回到了原来出发的位置 我们就称为周期 那段时间就称为周期 我们的话呢 来看看这个图形的话呢 我们画条线 让同学看一看比较清楚 来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清楚了 sine它的周期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 这相当于是一个波 两个波 三个波 它会一直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出现 那么我们看得出来 它的周期是多少呢 这一段的话呢是二拍 我们习惯用t来表示 那么我们来看cos呢 cos的话呢也是一样 它的话呢周期就是二拍 那么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遇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怎么解决 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做几个立体 y等于二sine x 那它的周期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y等于二sine x 它的图形的话呢 我们要从图形来思考 sine x完全不变 y是代表的是它的高度 如果它成了两倍的话呢 它的图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 它的图形的话呢 是变得比较高 原来一的话会变二 原来负一的话呢 会变负二 所以它的图形的话呢 整体来说的话呢 它是向上拉 向下拉 所以的话呢 它的周期有没有改变呢 它是完全没动的 倒是这个的话呢 我们称的振幅变大了 那么cos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如果y的话呢 这个图形的话呢 是sine的2x 那各位同学看看 会有什么状况呢 这个图形会不会有 这个周期会不会改变 图形会不会改呢 图形当然会改 它的话呢 当x等于0的时候 没有动 但是x等于π的时候 当x等于π 它已经变成了2π了 它已经的话呢 走到了0了 所以的话呢 它的图形是 整体来说压缩了两倍 图形的话呢 它在这边的话呢 就走了一圈 到了π的地方 就已经走了一个周期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周期 它会压缩 这边是两倍 当然它压缩的话 会变成了 2π除以2π 它的周期是变π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说 如果说的话呢 一半怎么办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应该可以非常的清楚了 这个的话呢 是它的话呢 速度的话呢 相当于是减慢了 它的话呢 整个的图形 就会变得往外拉 它的图形就会变成 周期就会变得比较大 那么这是2分之x 这边就会变成了 原来是2π 那会就会变成4π 那对于正弦函数 跟余弦函数的图形跟周期 我们大概介绍到这边